魏全龍隊扣出場比賽 整個球打得皆是左愛爺方向 當年魏全龍對戰統一師 靠著張泰山一口氣拿下兩分打點 最後贏得總冠軍賽 奪冠時刻 紅色彩帶滿天飛 這個景象很有可能再現 因為終職元老魏全龍隊 真的復活了 那在會面當中呢 這個魏英聰先生很明確的 跟張泰山那麼表達了 恢復魏全龍 我是真正想要做 開工沒有回頭見 魏全龍是職棒元老四球隊之一 曾經在職棒元年奪冠 不料在1997年到1999年 完成三連霸後宣告解散 當時還引起球迷上街抗議 如今真的要回歸 成為職棒第五隊 秉興集團公關也表示 在教練團的人選考量中 已經和中職全壘導王張泰山 經病人投手黃平洋見過面聊過 也接洽了旅美好手王健民的 台北經紀人 細節還在討論中 雖然說在那邊斷斷的只有幾年 可是畢竟那邊是自己一個成長成名的一個球隊 記得那時候球迷是非常的多 然後紅色這樣的旗幟飄揚 就是想說真的是洪海可能在球場上再能看到 就是希望洪海再現 魏全龍回歸主場地要設在哪 目前首選包含曾是奪冠場地 也是魏全龍球迷最多的新竹市 但也更可能將主場選在高雄陳青湖棒球場 第五支棒球隊願意來我們高雄投資 真的我們是非常歡迎的 魏全龍如果能成為高雄市的在地球隊 韓市長絕對歡迎 睽違20年再復活 魏全龍重返職棒 最後能否落腳高雄也成為關注焦點 記者綜合報導